或许合地 智公子 多谢你来接我 智公子是不是平日不爱说话 怪不得我看别人的侍女 看到智公子 都有些害怕呢 让别人害怕 总比害怕别人要好 好像是 石公子 我想我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 瘸宫离这儿有多远 我怕宫儿先生等着我会着急 哥哥倒是不急 我看是你比较着急 上官浅姑娘 这是要跟我们植公子去哪儿啊 我来接上官姑娘去绝公安顿 公子宇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 植公子 按理数 你应该称呼职任大人 他这三玉试炼 这么快就过了 还没 那抱歉了 这种职任我叫不了 那叫沈姐姐来听听 姐姐 那哥哥呢 是吗 差不多了 行了 行了 别再为难我们的子弟弟了 他说得没错 我确实还不是指人 不过 很快就是了 所以我们这才随便走走 我提前适应谁 这是通往女课别人的路 你这随便走走 未免过于太刻意了 去接云维山 对吧 原来还没这个打算 对了 因为毕竟孤男寡女 还未成婚就从居 不合礼数 不过现在看来 这功尚绝 也不太在乎礼数 所以我是有样学样 去接云维山 也未成不可 你要学的 还多着呢 对啊 又怎么了 我竟忘了件重要东西 得回去拿一趟 绝宫那边什么都有 不用麻烦 走吧 绝宫 还真没有 什么东西啊 这么稀奇 我准备送给冠儿先生的礼物 我哥什么都不缺 送他礼物的人 太多了 那不一样 而你经常 弟弟年纪小 算是不懂 罢了 我在此处等你 快去快回 来 郭尚绝每一次行动都在我们前面 不像是算好了 就连接新娘子都比我们早一步 真晦气 上官姑娘 执政大人 为何返回 有东西忘记带了 实在不好意思 执任大人 是来接云维山姑娘吧 我上去帮你叫她 不用 如此小事 就不劳烦上官姑娘了 帮我叫一下云维山姑娘 是 好 多谢执任大人 是我考虑不周了 我都要先劳烦 好 你 男人 我和你 是 你们 几万人 你 最容易获取呢 能够临时隔禁 皮肤气管的东西 金凡 你看他们 游得多么的欢乐 女指示在游 你从哪里看出他们欢乐了 什么意思啊你今天 你怎么怪怪的 云姑娘 这么快就收拾好了 别太着急 我可以等你 别拉下什么东西了 我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 是缺了点 明天我让夏人 给你添置几身衣裳 在宇宫 也应该还有一些珠宝首饰 你有什么喜欢的 可以挑一选去 缺什么 尽管开口 你 云 云姑娘 你千万别跟她客气 以后宇宫就是你家了 你马上就要成为支援夫人了 有什么随便吩咐 除了金凡 千万别去找她 她这个人没什么定力 看见你和我这样的大美人 她抵抗不了诱惑 你在说些什么 云姑娘 我们还未成婚 只怕要委屈你 先以随事的身份 住在宇宫啊 怎么会委屈呢 职任特意来接我 我开心还来不及 我还是喜欢你 叫我宇宫子 叫我职任 感觉身份的渠动 云姑娘 以后宫门里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宫子宇 如果宫子宇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呢 虽然治不了她 但我可以烦死她 胡说八道什么 开玩笑嘛 你没见云姑娘紧张呀 不过她之后的精力 你估计都要放在 三玉试炼上了 也没有什么时间欺负你了 三玉试炼 那是什么 宇姑娘 你如果收拾好了 随我走吧 多谢致 多谢宇公子 不过 宇公子确实不必 亲自来女科院落街舞 派人通知我一声就好了 我怕别人又受些闲言碎语 给您添麻烦 若管有人乱嚼舌根 我自会教他们规矩 而且 我来接我魏国门的妻子 怎么了 完了 上官姑娘 东西拿好了 云威山姑娘 你最好去检查一下 不要像我一样 半路忘了 车返回来 太太无事了 你看这天都快黑了 知人大人 我先告辞 池公子还在等我 葫芦姑娘 那这样的话 我再去检查一下好了 为什么